未来的台中市长可能也会出在今天 台中市长卢秀燕这话说的是谁啊 未来的台中市长到底在哪里呢 难不成是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吗 为什么这么说 看看这江启臣晚到场了 谁注意到他了呢 就是卢秀燕 马上把他抓到自己身边 仿佛就在清典2026接班人 既然要接班地方基础得打好 但是台湾大道要有接吻 就是大家正宿 就是边内功劳 到时候继续做下去 大家继续练练或者是步步高升 不只替后任打好基础 其实对于支持者来说 对卢秀燕的期望是更大的 就例如台中市长任期结束后 下一站是否通往2028 但在此之前 蓝营内必须先团结 也果然台中台北连线 21号蒋湾直冲台中与卢秀燕合体 展现团结气势 就如同秀燕市长跟卢安一样 台北台中合作的程度 就亲同姐弟 会越来越紧密 真的很紧密 两人好感情不在话下 这一天蒋湾安与卢秀燕 签署了捷运蓝线合作MOU 多次合体也更凸显 卢秀燕在蓝营共主的地位 一切团结都是替未来做准备 2028有正正能量的 还有当前立法院长韩国瑜 传出原本在21号这天 韩国瑜要到彰化县议会 拜会议长谢典林 用意不外乎是要弥评分裂 将谢典林重新拉回国民党 要不要确定要回国民党 确定是国民党要不要问我 看来蓝营内过去2024恩怨慢慢放下 一向下一场大战各山头分镜合集 累积能量 东三新闻陈上宇宿时期综合报道